以来的风光加上低廉的生活成本 到访过越南的旅客都会明白它独有的美 无论是首都河内繁华的胡志明市 也或度假性地遣港都有令人注足之美 近期各国忙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越南经济已经回复正常和重拾升轨 首都河内近期还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各项基建陆续上马 吸引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 预料楼价的升值潜力 未来会进一步提高 加上中美矛盾升级 促使各国加快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 继Samsung和Apple之后 Google都将手机生产线搬到越南 无论是自住或收租 那里的物业都持续受到全球投资者的青睐 今次介绍知名发展商Gamuda 位于黄梅棍的大型发展项目 坐落在三环钢线旁边 一个混集了酒店 甲级商客和豪宅别墅的城中之城 与湖惠伦、临湖而建的Central Residence 进享壮阔的湖景 圆内配备大型商场 Yansaw Lake、国家公园和知名国际学校 都轮近地铁站和巴士重站 由于位置优越 去工业园就大概30分钟左右 非常便利 折扣杖心独云、地段优越 六星级配套 中夫送全屋靓、装修和家电 适合追求完美的你 项目主打1至3人房 售价由港币100万元起 连一个有盖车位 首期都只是10个Precenter 租金回报大约有6里 有兴趣请联络Astron Hawks 《武汉获债物业》